大圣奥哥拉队取得四国赛的三连胜,中国男篮红队一看似圆满的方式结束了亚军会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比赛。 这场比赛,周琪和丁燕宇航仍然没有登场,内战核心王哲林表现不俗,全场好取20分4个篮板,而且还在进攻端展现出了足够的侵略性,只是他的一大完击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完击就是他的罚球。 运动战里,王哲林面对二哥拉队,几乎是逾取于求,全场石头其中,命中率高达70%,同时,他全场十次被对手犯规,一共获得了12次罚球,展现出了足够的杀伤力。 遗憾的是,王哲林的罚球非常糟糕,12罚只有6中,罚球命中率只有50%,再一次拖了球队的后腿,值得一提的是,这可不是王哲林今年夏天第一次罚球严重失准。 在之前,无论是热身赛还是参加试域赛,王哲林的罚球都让人为他着急,在四国赛的前二场比赛里,王哲林的罚球就不好,分别是6罚3中和7罚4中。 再往前,和澳大利亚球队的热身赛,他的罚球同样糟糕,一度出现了7罚2中的低迷情况,而在试域赛上不敌韩国队时,王哲林酒吧竟然只有两中,罚球更是低迷的可怕,王哲林的罚球一直的确不好。 职业生涯,他的罚球迷重率最高不超过73%,五个赛季的罚球迷重率,都是60%多,但今年夏天在国家队,王哲林的罚球进一步下滑,实在是让人喊言,罚球太差,这也说明了王哲林基本功的缺失,虽然在内线的转身和脚步非常不错, 但这么多年,王哲林在进攻端一直没有进步,尤其是投篮方面,除了罚球不好外,他的中距离跳投也一直没有进展,这也导致他的进攻只能直线于篮下,而且只有在篮下转身一招,而王哲林匮乏的进攻手段很容易被对手识破,这也是他时常面对包扎发挥低迷的原因,作为男篮核心,王哲林这样的罚球也实在是不应该, 应该,作为王哲林的前辈,无论是尤宁,王志志还是巴克尔,他们都有很高的罚球命中率,尤其是尤宁,过去在火箭队效力时,还经常扮演执行技术扮挥罚球的角色,而这样出色的手感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苦恋的原因, 现在,王哲林作为年轻内线一代的代表,罚球命中率如此低迷,除了体现出和前辈们的差距外,也不难看出,他在基本功练习上的不足,接下来,王哲林也真的是该好好练练罚球了。